大家好 我是金鈴 去年挑戰了我們這個 冬天靈夏的極限 Camping之後 我們今年來挑戰另一個極限 就是夏天的Camping 究竟氣溫三十幾度底下 在韓國Camping會是怎樣的體驗呢 而且我們沒試過 全部東西都是自己設置的 現在是七月頭 其實呢 我已經分不到誰是Wooju了 這次糟糕了 你叫什麼名字啊 帥哥 你今晚要跟姐姐睡嗎 她的口水啊 你看不見得到 我們出門第一次已經遇到障礙 就是怎樣把這個車搬出去 本來以為上次去釜山的時候 弄不見了一雙拖鞋 誰知道 然後我買了一雙新的給她 我們這次來的這個地方 是位於江源道的寧月郡 從家出發開車大概需要兩個小時 經一經休息暫吃個午餐才到的話 大約三點呢 就check in了我們這次訂的露營場地 在想像中這裡涼爽很多啊 韓國的露營場地有分工營和私營的 工營的設施比較簡陋 有些建在國立公園的場地 風景就會很漂亮 但大多數都是不可以帶狗的 而我們今天去的私營場地 我其實就是看到有一隻金牧去過 有泳池和有很多寵物友善設施才去的 我預訂的時候做優惠 一晚就是76000瓦 而公營的場地一晚大概就是2-300瓦左右 有看上一集都知道 玉爸爸和玉媽媽是非常之意愛Camping的 幾乎每個星期任何天氣都會去Camping 身為他們的兒子的玉奶奶 這次也是第一次沒有了爸爸媽媽的Full Gear 這次不只是我們兩個第一次一手一腳地準備露營 還是第一次帶狗過來露營 難易度又再增加 因為UJU是一個不可控制的因素 UJU WOW HONDI HONDI 我們新買回來的 這裡是有UJU最喜歡的泳池 OH MY G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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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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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弱雞 我們的準備物就是有 一瓶椅 兩瓶椅 再來一個供應場地和私營場地的分別 供應場地可能不能插電 但私營場地大部分都可以插電 而這個場地有什麼呢? 它還有一個24小時的小賣布 裡面會有齊所有的食物 野飲 用來調味的粉 吞拿魚 紫菜 這個板也有 其實剛才不用買 殺蟲藥 2000瓶2L 是很划算的 然後還有冰 5000瓶 那位做什麼? 這裡是有milk kit 即是那些冷凍包 這個不錯 它有這些湯內的milk kit 聲音也是用Marshall 在這裡寫你的名字 我們的名字叫Ujua 買了什麼就在這裡寫 走的時候結帳就可以了 然後來到露營第一件事 我們的帳篷是沒什麼帳篷可言的 它是一個很初家的one touch帳篷 打開就可以了 在它在下釘的時候 我就唯有照顧一下另一位小朋友 吵死我了 我突然不見了Ujua 原來她衝進去泳池那裡 你怎麼自己偷偷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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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很多東西其實都是沒帶來的 例如是 平時的露營不是要很有feel的帶點燈的 那一開始她就堅持叫我不要帶過來的 因為她說那些燈光是會很野蠢 她試過見過一群很巨大的飛蛾 在那裡套著那些燈 真的很大隻 所以她叫我不要帶 然後第二就是Ujua的飯兜沒帶過來的 她就說不要緊啦 給個一次性的那些玩具吃就可以了 她說哪有人露營會帶一個陶瓷的兜過來的 但我說因為Ujua只喜歡在自己的兜裡吃東西 Camping的餐具我們也是沒有的 我們只有兩個杯 而且其實人家真的很Pro的 我看到那些三腳架 全部掉了那些裝備出來 我們是沒有的 我們只有眼前這個桌子 其實第二件事就是去超市買東西 不過因為我們帶著Ujua 她不能進超市 所以我就留在這裡看著Ujua 你想衝進去嗎? 糟了好不容易 Ujua才認來自己一個特殲 這個遊泳池的時間 她不斷想咬這個玩具 放心 放心 帽子來的 放心 帽子來的 Achoo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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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怎麼辦 迫近 等等 她捉住了Ujua 等等 Achoo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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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我公寥被你搶了 喂 不好意思 可以沒有什麼玩嗎? Hello 你去哪裡 是啊 你又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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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營地周圍有點了驅蚊的東西 但它不是那些很難聞的香味 也很香的 到它回來的時候 終於得到它的同意 打開這個帳篷 然後去設置我最期待的充氣床 因為這個其實我買回來是第一次用它 又見到一個Wuju的孖山兄弟 他叫什麼名字 Camping場地的位置很簡單 就是凍旗這裡開始 去到K6的位置 這個範圍也是我們的 其實我們可以放一個大一點的帳篷 我們現在設置這條繩子 打算將毛巾浪光它 這是我抄旁邊的 我看到旁邊是這樣做的 這些Camping用具固然重要 但夏天Camping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選址 千萬不要去沒有樹蔭 沒有河流 一定會熱死 這些地方夏天真的很棒 我覺得這個決定沒有做錯 夏天來一次 首先是體驗不住一次 我們用現在基本的用具足不足夠 去完一次就可以了 可以增添些什麼 慢慢你就變成高手 他買了兩種肉 第一種就是這個 豬頸肉 另外一種這個是超好吃的 其實它脂肪多 但是吃下去會入口即用 大家認住 你們在韓國可以吃這部分的豬肉 好像看起來挺新鮮的 蝦 腸仔 不是啊 好像我們叫韓包菇的 我們剛剛在心理測試的時候 開車過來很悶的時候 我有問他一個心理測驗 心理測驗就是 你一個人帶著五隻動物 經過一個沙漠去一條村 如果你很累的時候 你要放棄一隻動物 你首先會選什麼呢 有獅子 牛 馬 猴子 還有羊 首先要放棄的 猴子 他叫什麼 獅子代表自尊心 他第一個放棄了自尊心 第二個放棄的是朋友 第三個是家人 最後羊是愛情 但是問題是 成家立失了之後 愛情就是家人 就是他最後不會放棄的是愛情 所以有個問題 從沙漠就從沙漠到過去 Obi亂停 他不是說話 怎麼會動 最後沒用 為何要太陽 但是沙漠會繞人 為什麼需要的 但是沙漠會沙漠會露 為什麼需要了 沙漠會 為什麼你看了 很暖 因为我们在吃零头就要喝 有鸡也有 但是你吃零鸡也不错 我喜欢 但是第一次吃零的原因是 其他人们都吃了 嗯 那他买了为何吃了 我说的 买了买了买买 现在这个心理测验 是考虑大家对动物和对沙漠的认知 他的答案是 很现实 吃吃下饭的时候 我突然领悟到 为什么韩国人那么喜欢去露营 因为我在想 如果我们平时旅行或者是假期 可以舒舒服服在室内有冷气 吃完之后就躺平 那就会胖了 但是如果你在露营的话 在一个这么热的环境 你要做很多东西 要set up 动来都去 然后你再坐下休息吃东西 喝一碗很爽的啤酒 你都没有那么有罪恶感 韩国人不胖的 其实最一个原因就是 他们很喜欢很多户外活动 我都很劳动 别看我只在走走走走吃东西 拿着大机 在这么热的路上走走 你们看不到的画面就是 我一直在这里设置机 调镜头 放不同的位置 还有较早前还帮Uzu 吹干了毛 一会还要跟他洗澡 还有吹干了毛 还有我都有帮忙丁东西 我们现在的露营其实挺漂亮的 虽然我们没带波波灯 但是它后面也有波波灯 我们刚才有一个结论就是 比起冬天夏天的露营是容易一点的 因为冬天是一整天都冻 韩国的夏天 晚上是凉爽的 其实没太阳的时候 都不是很热的 风是很凉爽的 其实冬天你要多买很多东西 就是那些暖气 那些帐篷也要买一些是防寒的 夏天其实是需要少一点东西 我以前是不喜欢烧棉花糖 嗯 这个棉花糖好好吃 为什么要买酥 给一个特写它 这间24小时的便利店 真的选货选得不错 它连那些啫喱 知道你口行想吃几粒 但是买大包也吃不完 所以它那些啫喱 都是这么小包而已 又不用浪费 你来啊 你叫什么名字啊 你不响你的朵 我不会给你吃的 你小心啊 热啊 来 它的口水 哎呀 你见不见到啊 好恐怖啊 我没有 Oh my god 耶 Oh my god 你不要吓过来啊 突然 这个其实不贵是什么 这个不贵是什么 这个就是shower room 咦 是关了灯的 好聪明啊 因为开灯的飞来会飞进来的 哇 这里还可以啊 原来有大神风吐 好 那我现在先洗澡 好大只 喂 真的好大只 夏天就要面对这个昆虫的问题了 所以我打算迅速吃完东西 就捐进那个帐篷里面 只要不要开灯 它们就不要过来 we used to have each other's playlists no no used to be each other's best friends yeah and now we got a separate pathways but your heart's still in mind 我们现在就试着在这里睡一晚 究竟是 睡得不舒服 有什么感觉呢 明天再跟大家说 bye bye 5点11分 其实昨晚呢 是11点钟睡了 我是真的入睡了 但是呢 为什么我们4点多起了身呢 第一 我的枕头流气 我的枕头流气 流气了 然后呢 其实是睡得挺好的 我记得我还发了个梦 Jennifer出了个story 问大家 想看我和她试吃什么美食 我觉得睡得很舒服的 对 其实外面的流水声呢 有点像风扇声 变成一个wise noise 就算是听到那些雀仔声 很舒服啊 真的 可能因为我买了这个冲气座 它开始睡的时候呢 好像水 可以浮一下浮一下 不过都ok的 其实我睡得比睡在地上好 但是枕头流气 搞到我睡不到 好美啊 还有呢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店的炆香呢 其实我们的帐篷都没有关好 但是也没有蚊子飞进来 这个是在香港带回来的 这个猪仔睡袋 我觉得很舒服 Honey 他们新买回来的 其实现在是很冷 提了我带长袖 但是我忘记了 我开始逐渐感受到 Camping的魅力了 很舒畅 我想说早睡早起 吃个早餐 收拾完东西 然后我以为他说 我们就起行回家了 怎么知道他说 再睡多一个小时 然后再起行回家 因为他说吃完东西会很晚睡 我刚才打算摺起床 原来还有用 本来我还心想 这么晒 我枕头又流气 应该睡不了了 打算躺在这里试着睡 谁知道 收拾完东西是没完的 底部会很湿 就这样收起他们 就会发毛了 就在控干东西了 而且我觉得Camping真的可以 完完整整 活足一天的感觉 因为平时在家里 可能你会看到外面是黑了 还是光了 但是其实你在大自然里面 你就会对所有的环境变化很敏感 你会感受到天空真的 渐变的变黑了 早上看到天空慢慢变光 看到10点11点 你才感觉到阳光是暖的 但刚才是 继续有点冷的 摸下去我皮肤是冷的 It's time to go 其实都挺意外 我经历完这次之后 都觉得Camping原来都不是那么辛苦 而且都挺好玩 慢慢发现了当中的乐趣 所以其实这次去完之后 我已经立即订了8月头 会再跟一个摄影师朋友 ToMargin他们去一次 因为本身之前也有说过 想带我们的狗 跟他们的狗一起去Camping 然后我又立即再order了 一系列的Camping用品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 这类型的题材 如果大家也有兴趣 这类型的题材的话 我下次Camping的时候 都可以再拍片给大家看 那我们在Facebook、Instagram 还有下条片再见 Bye Bye by bwd6 by bwd6 by bwd6